他老让我儿子喊他爸爸 当我儿子已经两个月没有见到爸爸 现在可能他以为他是吗 弹点雷佳音搞笑名场面 No.1 小月也是他女儿啊 他拼图 我就立刻说来给你买拼图 给你女儿 我心里还挺仗义 三万六千块的拼 拼完了 能跟这个弹唱的 确实是大 我觉得他一辈子都拼不完 第一次见雷佳音 我们正好住一酒店 就聊孩子 我说我闺女喜欢拼图 行 我们完了 过两天给你送家 过两天来了 三万六千块 拼完了能跟这个弹唱吗 我就上网查 历史上只有四个人拼 拼成了 为了给雷佳音还旅 我就给他送了一个清明上河图的十字线 历史上秀出来的 没有 十字线秀了吗 我妈要秀 我妈是用医生生命去秀还 我给拦一拦 我怕我妈 老家音咱们喝酒去 喝了一夜 她喝了四点 第一句台词是 文鸡 你回来了 文鸡 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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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一个鲤鱼打铁 扒着起来 你信吗 来 收进 哎呦 一二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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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雷佳音摘取品质之果 请雷佳音发表感言 郭京飞 你不要以为你是全宇宙最帅 你又会演戏 你又是天才 你就可以飞扬跋扈 你学我 跟我一样 渗透式表演 借东方卫视 能给我的好朋友郭京飞 这个九线演员 一次上台 是我感人的机会 他真的很不容易 四十多岁了 然后呢 前半生一直在努力地表演 积累经验 但是无所作为 师傅给我介绍了一个飞像 哼 咋样 不咋样 我没看上 跟我同行 收脚也行吧 两人都收脚的下班还能继续探导 嗯 探导啥呀 想看谁啊 你喜欢我啊 还是你反郭京飞 他说让我选他 我让他喊爸爸他喊 我特别需要你 投我啊 喊爸爸 爸爸 他是一个没有尊严的人 他还没尊严 你 耶 耶 一阵子呢 唱什么都会变成电影 所以 我想让他来弄个电影吧 冠军 这一代 你是否有超能力 你是否有超能力 我才能全部都不留痕迹 你这把锤帮你不少忙啊 这是什么锤子呀 胖把小巨蛋锤 下不掉色了 你们咋进来了 喝多喝多了呗 躺在马路上睡着了 像车压的 哎呀 车压的你少喝点酒啊 你咋忍的 我没事 我就开热闹 要泡给绷绷 吃早饭没 什么 怎么 这一步啊 不是啊 抹茶 我吃不惯这个 我找他过去 没了 多人是知不知道他们是有才华 你的才华可能藏在里面 在你的肠里面 可能在那里 所以你要把肠拿出来 不是肠拿出来 你要把你的肠拿出来 你知道吗 我整天都昏不守舍 满脑子都是你 我想我这辈子已经离不开你了 最大嘟嘟 为所有为执着的口 真的真的 他叫我 对的 我们为什么混到这一趟了 要人气没人气 要电影没电影 要灯牌没灯牌 妻子这一块拿捏的尸子 太丢人了 是直播哈 太丢人了 这个奖我先拿走了 多担待 人世间的卷饼夫妻 郑娟和饼坤的扮演者 樱桃 雷家樱早就想站起来了 你happy我不happy 前准备得奖感言都没说出来过 所以这回就准备了一半 比较草率 郭京飞 你真的不要在北京机场 戴口罩装洋洋好吗 你们只有投行相而已 摘掉了口罩依然是郭京飞 好不好 好好努力 谁老碰人家热度 游他去吧这个人 又是羊羊蛤蟆 那个闷嘴王八的 大家也别要求 就让他跟我道歉 他这种人 你就开车撞他就可以了 送给我的好朋友 雷康康 所有想说的都在歌词里 头太大了 头太大了 感应的时候是什么印象 觉得挺逗 那么大一脑袋 怎么考进来的 不要不人身攻击 你头大怎么了 也不是他的错 我 有二十八 我二十八 二十四 你发现哪一样 你刚才跟这家当是多少 你记得五十八 人家说你多大脑袋 我说五十七 你要一两百五十九 我说五十八 不可能 我才会太疼难了 你吃东西 你吃东西 吃饭你 我又不是八 我又不是八 你是个骗 花不完的钱呢 除了小钱算花不完 花钱还能花不完 你给我多少钱 我能花不完呢 这有啥花不完 买个岛 自己当你岛 这有几个星吗 饶了我了 来比一下就饶了你 来来来 这这边比个星 来来来来 就一句词 就普通情绪变好了 问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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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嫂子 问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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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动吗 啊 问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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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将不相信 我不碰这张纸 我就让它起来 飞起来 不碰几张飞起来 对 可能不可能 但是你得帮着我 你就有意念盯住 你就心里想它能飞起来 我呢会说口号 你的配合 我说123 就得说L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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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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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怎么办 你你怕我 你这人还跟你说 他活就一乐 当上大学 跟美人有虎子 我是老先生 咱们喝酒去 我们喝的时间有点长 喝了一夜 他喝了四点 爱 Love is the best place Find the love is the bar is where I go 我说你让哎呀妈呀师哥 你欺负我呀 你让我怎么回课呀 我完了 我说你完不了 你相信我 回课 第一句台词是 文鸡 你回来了 还涉及肚子 哈哈哈 文鸡 你魂瑞 me and my princess No.7 女儿是一个虚荣怪 我想让大家看见那个孩子 多囤蛋 多囤蛋 能躺着不在里面 然后天天的就是有那种窗户不走 康自己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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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不跟正哥聊过吗 我跟他聊的只是把男的带走 那你现在啥意思吧 如果是娟儿愿意 我愿意把他们两个学团都借走 那你把我也带走呗 那你把我也带走呗 进去去吧 教终面吗 嗯 我帮你教你个年哥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哎呀呀呀呀 就下班呢 啥事儿这么做就起 我正好还要找你 在班上 不是跟人打架 就是吃早早退 你狗毒子 你漫人 我开除你 我不干了 这些男粉说很想睡 你是怎么回家吗 男粉的我很想睡我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吧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我根本就 对这个东西 没有任何敌土性 你能接下来最大的裸露 什么时候 拍电影啊 哦 全裸 如果值得 你采访过去拍老师 然后他说你 过过过过 哈哈哈哈 下一个 为什么呀 哎呀 没有什么任何能力 又没有什么能耐 那你是他好友 最抠的 你有什么想反驳的吗 嗯 他是我朋友里 长得最难看的 雷佳音我都很难形容 不是我们地球上的生物 千年土鳖精 雷佳音老师 佳音佳音 你是我的小猩猩 小猩猩 哎呀 我还不得呢 什么 在今天团队那方面好玩吗 好玩好玩就是 不玩 是啥 这么大脑袋咱还缺热的 看着大家那时候你不打开 那好姐吗 你别叫我哥白哥 啊 你不是比我大吧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多大 我1979 我1983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啊 我是长得老而已 三音哥你是啥游戏也不打 我打 我玩那个养成类的 养成类的吗 养成类的 就牧场里头养牛养鸡 然后收菜 男艺人不是都想穿抽牌了 谁是男艺人 我艺术家好吗 这是我们台湾的粉丝 然后看到我的影响力了没有 你老家哪呢 三种的 没准一会儿出门被车压去 你干嘛 你吃饱饱了你 咋进来了 喝就喝多了呗 躺把路上睡着了 像车压的 哎呀 车压的你少喝点酒 你咋忍的 我没事 我又开热闹 要泡给泵子 是 你闭嘴好不好 你闭嘴好不好 你走的像那种刚出生的脚麻 你知道吗 嗯 哈哈哈哈 不要张嘴好吧 开始吵起来了已经 头又大 发育不良你知道吗 哈哈 闭嘴好不好 闭嘴闭嘴 雷家音 不不惊心 不不惊心 啊 你完了 哈哈哈哈 我爱你啊 no 我爱你 我爱你 哈哈哈哈 哪个戏里都有这句台词 你都不傻是吧 哈哈 你刚才甩的是什么 甩的是啥 你甩的是什么 变子吗 变子 不清宫戏吗 应该是 不是清宫的宋朝的 哪有变子 你是冲烟 啊 是